那个一般就是说 台上不是说那个打胎的小孩是没有拉扯的吗 就是说地府里面没法判的 就是说一般都是就只有靠操作 否则就是一直是那个鬼 孤魂也鬼 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那个打胎 人家都操了操了就离开身体了 那个那么像这种情况 他一般就是很难操得到投胎了 像这种不是是不是一直是孤魂也鬼 就是说哪怕是操作的那个地府也没法判的 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小孩子并不是说永远是孤魂也鬼 比方说这个孩子本来要到人家来投胎的 他的阳寿应该是多少 他到了阳寿结束的时候他还会投胎 还是会走 不是永远就做孤魂也鬼的 只不过在做孤魂也鬼的当中 如果你事先给他念经给他操作了 他可以缺一个名额补个名额去补给人家 这个是得于因为他有功德他可以提早的 提早投胎的 是这样的 能量足了可能就提早了 对了对了对了 这个说明几十年他就等 对他就得等几十年